过了年啊 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那可不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您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 怎么回事 喜欢我那媳妇 四句话的评语 穿名牌 带名牌 白天睡觉 晚上玩 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 长相厮守 花钱月下 结了婚我才发现 发现什么 根本就没有月下 就剩下花钱了 哇 好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 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那是什么呀 随便花 一个字就是买 只要花钱她就高兴 我跟您说 给自己媳妇花点钱 那也是应该的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太爱花钱了 是吗 前些日子 看别人都出国旅游 她也想去 人家都去泰国 她也非常让人去要去 我说那行吧 你去办护照去吧 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 还是我去吧 到那之后 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 我说 大哥 您看我们这护照 怎么还没办下来 你去哪啊 我说您看我这去泰国啊 小伙子 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好好家伙子 小伙子 我们是办护照的 不是办穿越的 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 我说不小啊 还不小 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 这也太小点了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 奔泰国吧 出发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弃着 又怎么了 上了飞机之后呢 我们俩人挨着坐 但那飞机平飞之后呢 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都有这项服务 人家空姐过来了 小姐 请问您喝点什么 所有饮料一二一杯 对不起小姐 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 不给我不行 不给我不让你走 我们花钱了 有本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什么行为啊 你说这什么行为 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 给我扫的 一个大红脸 我都低着头 抬不起头来 给我扫的 人家没办法 十几种饮料 一二给他倒了一杯 哎呀 他高兴了 人家问我 先生 您喝点什么呀 给我扫的 头都抬不起来 跟他一样吧 哎 一顿没修没扫啊 给我扫的呀 什么人呢这是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 住酒店吧 你才得服务员说什么 说先生 我们只剩下海警房了 我说海警房就海警房吧 你也得住啊 多少钱一天 五千四 五千四 这也太贵了啊 凭什么这么贵 我们贵有原因 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呀 说我们贵有原因 我们是海警房 因为能看见海 所以贵 有道理 我说他这样 你给我便宜点 我保证不看行吗 哎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们不同意 但是我也不同意 不同意也得住啊 好不容易住进去了 坏了 怎么了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 有 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问问 哈喽 哈喽 坏了 怎么了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 怎么说我给忘了 瞧你这脑子 幸亏是我呀 把猫和老鼠 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那管什么呀 管什么呀 管大用 You know Tom and Jerry 你知道 Tom and Jerry吗 Yes 知道 Jerry is here Jerry在这儿啊 好好 您这小脑子呀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 勉强在泰国玩的一圈 是 赶紧回国吧 到了机场 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 一结账又是好几千 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不至于 哎呦 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是 在家里还抱怨呢 各种抱怨 是吗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 我说你说谁呢 你说谁呢 说谁没出息 说你呢 像你那倒霉模样 孩子以后长大了 要是像你可就完了 像我就完了 要不像我 你就完了 知道吗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你怨谁呀你 那还不能怨我妈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 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的 那当然 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哦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是吗 打个比风吧 嗯 您在外地上大学四年没回家 嗯 回了家门口 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是吗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 我跟你学一下 您学一下 家门口 妈 我回来了 都得这么喊 好像是转眼 没有喊别的 嗯 在门口 撕衣服 哎对 我回来了 那不像话呢 没有这么说话 没有这么说话 而就跟你说 人和妈的感情 连爸都比不了 是找话呀 那当然了 哦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是吗 妈我渴了 妈我饿了 对 妈我衣服呢 嗯 都得先找妈 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是吗 跟爸最多一句 说什么呀 爸 我妈呢 哎 还得找妈呀 我小时可淘气了 什么呀 我们家呀 住大杂院 嗯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没错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 嗯 给我们建的那个 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哎 更讲卫生了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多好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嗯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给推河里去 哦 这都什么孩子 回家把这事跟我爸说了 我爸当时就急了 嗯 要揍我 哦 我说你凭什么打我 就得教育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 他爸都没打到 嗯 你凭什么打我 废话 华盛顿砍树的时候 他爸在树上吗 哦 哦 好家伙 不是你把老爷子给 哎 哎呦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 一块给推河里 这孩子太皮了 小时候太淘气 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知道改就行 为了孝顺父母 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 别这么说话 您可不知道 嗯 我那媳妇 嗯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哦 就知道看电视 喜欢这个 他爱看的节目 我都不爱看 哦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您爱看什么呀 我爱看真实的 什么东西 什么真实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 街头采访 民意调查 这个真实 哦 我知道 就拿着话筒 到街上问问 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看过那个 一个记者拿着话筒 在街上采访 大妈 您看 这刮这么大的风 对您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吗 嗯 大妈是一东北人 哦 哎呀妈呀 这人的风啊 老大了 我个老头子 出来买菜来 嗯 这不是吗 哎呦 我老头子呢 啊 你看影响多大 给老头都刮飞了 行了行了 大妈 我这还有一问题 我还问 您看现在 一到过年过节啊 很多单位 花很多的钱 放烟花 您怎么看啊 嗯 那能怎么看啊 怕窗户看呗 哎 哎 这玩意不爱 不爱看这个 他真实 哎 行 您别说这个 他爱看这节目 我不爱看 他喜欢什么呀 他爱看广告 有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说的是 拉着我陪他一块看 嗯 我看的广告太多了 呦 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你还有这本事啊 随便给我一产品 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吹吧 老北京炸酱面 这做什么广告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那您跟我们说说 张嘴就来 我们听听 老北京炸酱面 嗯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 一年卖出七多晚 烟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圈 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十万炸酱面 等到临走的时候 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 哎 你的炸酱面 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 不 那是你的炸酱面 老北京炸酱面 真正的炸酱面 老北京炸酱面 炸酱面的领导品牌 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 老北京炸酱面 清场排宿便 哎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不就这个吗 这有什么了这个 你这不怎么样啊 天天在家看电视 我老说的 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 运动运动去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 我怎么胖了 你还不胖 看看人家 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说什么 哎往那边点 压我头发了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他呢 哎往那边点 压我肉了 您往床上一躺 那肉都摊开了 行了行了 跟地毯似的 有不至于 我说你减减肥吧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你那腿这么粗 到了夏天 怎么穿丝袜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 我说你看 人家姑娘 穿上丝袜 有的看着性感 有的看着调皮 有的看着可爱 你穿上丝袜 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 真好 哎呀 你这嘴死的 您那个肉太多了 丝袜都挡不住了 哎呦 要是拿个小刀片 一拉这个丝袜 那肉碰就弹出来了 嘿 太损了 您赶紧运动运动 那我怎么没运动啊 我每天都六五公里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什么不小 不是六五公里吗 他养了条狗 那狗叫五公里 哎 狗名啊 哎呦 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 在家里边跟他抬杠拌嘴 嗯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 我太不容易了 工作也不容易啊 哎呦 我每天上班这心情 比上坟还沉重 哎呀哈哈 这可不至于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嗯 说什么 嗯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 不积极发言 我说王总对不起 以后我改 开会的时候 我不睡觉了 积极发言 哎 成了吧 知错能改 嗯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 同事们注意了 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嗯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哦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呃 咱们看看投资 还需不需要加倍 嗯 大家呢 轮流发言 一个一个的说 站起来一个 不加倍 又站起来一个 不加倍 该我了 强地主 哎 哈 曹云健你出去 哎 您说有他这样的没 我们积极发言了 他又不高兴了 要我就该开除你 哎呦 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 赶紧 赶紧送点礼吧 我说美人群 抛起所好 嗯 知道吗 他喜欢古玩字画 嗯 给你买一幅 这幅字了不得 嗯 四个大字 正大光明 那管什么呀 管什么 乾隆皇上写的 呦 给宋家去了 嗯 宋家之后 他非说是假的 您说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嗯 那上面落着款呢 都写什么了 上面写着呢 嗯 正大光明 嗯 乾隆书赠予 王佐 哎呦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这就是假的 哎呦 李送了 不但关系没缓和 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埋怨什么呀 挣这么点钱 还让人扣一半 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 不是还要换房子 当初买了那房子 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跑了无数的楼盘 看了各种的脸色 瘦楼小姐天天吓唬你 先生赶紧买吧 房价一定会涨大 光听他的呢 行吗 那怎么办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哦 为了这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 听那专家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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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哎呦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哪年 前年 哎 前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这不是废话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 还是瘦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他怎么说的 先生赶紧买吧 房价一定会涨大 哎对 就这么句实话 您说我什么时候 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为了 为了能发财啊 我找了一位大师 给我算了一块 哎 这不能信 那叫封建迷信 你懂什么 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是吗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呦 我这人是五行啊 缺五行 哦 那你也太缺点了吧 所以说命不好 哦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 我就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嗯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哦 三天之内就能发财 结果我就发了 是吗 回到家之后啊 嗯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 上网买了一六十寸夜晶电视 嗯 转天给送来 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 这样的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 一分钱不花 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不是 你就发这财呀 你缺德不缺德 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你管得着吗 发财就完了呗 哎呦 转天下午四点半 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等您看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 递给我一张收货单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请您天生 货到付款 哎呦 别说了 是不是 你 去